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新卡魯颱風的動態 從動態上來看 卡魯颱風目前的中心位置 大約是距離台北東北方33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強度上來說 目前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是每秒45公尺 還是跟上午是維持的 那暴風半徑的大小仍然是280公里 那從它的動態上來看 卡魯颱風它目前呢 緩慢的朝偏西的方向上來移動 那我們預計今天的深夜到凌晨的時候 它會開始逐漸的向東北回轉 慢慢的離開我們 不過這個速度上來講是比較緩慢的 而且它由於導引氣流比較微弱 所以這個預報路徑上什麼時候開始北轉 其實不確定性還是有的 請大家還是要留意我們的最新預報 那從威脅上來看 目前它已經逐漸的進到我們的北部跟 已經進入我們的北部跟東北部的近海 那對北部跟東北部的近海已經構成威脅 那另外的話 它也即將威脅到我們的北北基階這幾個地方 所以不但海面上航行作業船隻要嚴加戒備 那陸地上的朋友們也要注意這個颱風的影響 那至於它對我們的影響 從天氣上來看 我們首先看一下風力的部分 從風力的預測圖上來看 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這個是明天白天的風力預報 從今晚到明天清晨我們知道 剛剛說到今天的深夜到凌晨這一段時間 颱風是最為接近的時候 所以在風力上來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這一段時間 風力上來 理論上來說應該是最強的時候 那另外的話 明天白天之後 風力雖然稍減弱 但是可以看到其實 減弱的幅度並不是非常的明顯 還是有比較強的震風出現 那我們看到比較強的風力 特別是在今天 我們看出現在哪些地方 在新竹以北、宜蘭、藤春半島、台東跟綠島、蘭嶼 這幾個地方是明顯風力比較大的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地方 容易出現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那北海岸的部分 可以出現十到十級的強震風 綠島、蘭嶼有機會出現十二級的強震風 台東也有機會出現九到十級的強震風 另外在大台北、宜蘭、屏東沿海 也會有比較強的震風出現 請大家出門在外 一定要特別注意 如果家裡有懸掛物的話 一定要捆扎牢靠 另外再講到海面風浪的部分 從浪高的觀測圖上來看 可以看到其實在比較北部海域 東北部海域跟東部海域的浪高 其實相對上來講是比較高的 普遍都出現了三米以上的浪高 另外的話可以看到其實花蓮浮標 其實在過去八小時 也有觀測到五米的浪高 這些地方都有長浪發生 所以如果非必要的話 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另外從風浪上來看 由於颱風的逐漸接近 其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風浪上來說也是比較大的時候 那可以看到其實在北部 東半部 綠島藍嶼這邊的沿海 還有恆春半島其實浪高 普遍都可以來到三到四米以上 尤其是北海岸 宜蘭這一代 還有可能出現六米的浪高 六米以上的浪高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剛剛講到非必要的話 盡量避免前往海邊活動 至於天氣上的影響上來看 我們還是看一下雷達回波圖 來了解一下現況 從現況上來看 影響最明顯的區域 還是在颱風本身環流的影響之下 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北台灣的部分 那上午來說的話 其實中南部的山區影響也是 雨量上來講也是比較多的 那目前稍微有緩和下來 不過我們預期中南部山區 後續的影響也是會比較大的 那我們就有趨勢圖上來為大家做個說明 可以看到今天下午的預報圖來講 其實大致上符合我剛剛說的趨勢 到了今天晚上我們預期 一直到明天這段時間 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這段時間 預期西南風的影響會逐漸的增強 可以看到其實在苗栗影南的區域 其實影響是相對北部來講更大的 可以看到其實尤其在山區的部分 容易出現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 那中南部山區還有可能出現局部性的大豪雨 請中南部地區的朋友要多加在留意 另外北部地區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雨事實上來講都會是差不多的 北部的雨受到環流的影響 那都會是一陣一陣的斷斷續續一直 應該是說持續性的都會有間歇下雨的狀況 也是一個比較多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出現的區域 那另外我們要談到溫度的部分 我們今天在花東地區是被封面 所以其實在花東地區總有高溫 而且總有粉風發生 那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是高溫的觀測 可以看到其實在台東地區普遍都有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而且區域還不小 那另外金門也有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那以台東來說到了下午2點為止 在台東43點46分的時候 有出現39.2的高溫 其實是蠻高的溫度 而且在台東的陣風也比較強 所以在當地的農民朋友們 一定要多加留意這些高溫 墳風對濃縮物的影響 而且我們預期在7號之前 東南部地區都還有墳風發生的機會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那最後提醒大家 分區上來講 今天的下午到晚間還是要提醒大家 新竹以北的話還是要注意風強雨大 因為離颱風的中心是比較近的 那另外苗栗以南呢 特別在山區還是要特別防豪大雨 那平地上來講還是有間歇性的降雨 另外入業之後 中南部地區苗栗以南地區的降雨也會增加 那雖然離颱風比較遠 但是雨勢可能比北部更加的明顯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恆春半島還是一個風比較大的地方 而且會有大雨的發生 那另外宜蘭的話在北側 宜蘭的北側也要注意 會有比較強的陣風發生 可能會有9到10級的陣風發生 那花冬的話影響是比較小的 那特別要注意會有局部焚風 那今天台東地區又有明顯的風風發生 一定要特別注意濃損的問題 那藍與綠的話 在外島的部分還是要注意風浪會比較大 那以上是這一節記者會的提醒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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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畢